普京大帝生死堪淡 说干就干 给人一种硬核霸协的印象 世界上他也有高情商的一面 要不然也不能驰骋正叹20年 本期简容五 咱们就来讲一讲 普京大帝高情商的名场面 普京大帝从小就学习柔道 加入克格勃之后 更是练就了上天入地的本事 几乎将人类技能全部练满 热爱运动的普京 对俄罗斯的运动员 也是格外的温柔 对于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他会热情地握手拥抱 看到他们会笑得像一位慈行的老父亲 还会拍拍他们的肩膀 用这种方式为他们加油打气 在比赛之后 能够得到来自普京的鼓励 运动员们激动之余 也不忘有序地拍拍站 乖巧地跟普京大帝来一个贴面礼 不过也有一些运动员 因为见到普京专门是太激动了 甚至会趁此机会提出 无理请求 去年冬残奥会结束之后 普京接见了俄罗斯的运动健儿们 并给获奖者签名 一位小伙觉得能够得到总统签名 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 于是在普京签名时 小声地说道 总统先生 您能不能把名字签到我的护照上 到出国的时候会很威风啊 小伙子说的声音很小 应该是担心 这样的好主意被别人听见吧 对于小伙子斗吉林的做法 普京当场拒绝了 连说了七个不 小伙子脸上的笑容也有一些尴尬 普京接着说道 土改破坏护照那可是违法的 作为总统也不例外 既解释了原因又化解了尴尬 接着的回应真是让人佩服 可能是运动小伙 见到总统太激动 有一些飘了 竟然让总统干违法的事 还好 普京大帝什么都懂 说完之后 在他的本子上签了名 总统太受尊重 可能也会被坑 虽然是无心之举 也能看得出来 像要安然无恙的当20年领导人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一次 普京到一家网络公司视察 刚好啊 是撞见了一名年轻人 在上班时间打游戏摸鱼 这种被抓包的震撼程度 可比上课6号被老师逮住 吓人多了 对方可是硬和总统普京啊 是能在谈笑间将车臣打扶 让小卡成为自己迷地的人 跺一跺脚 能让欧美干颤的人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普京大帝竟然是看破不说破 露出了我都懂的笑容 继续和负责人谈笑风声 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 用自己的高情商 为年轻人化解尴尬 小火也抓紧时间关闭了游戏页面 一副乖巧工作的样子 估计他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吧 普京从小就是一个问题少年 像小火这样上班摸鱼 对他来说都是小儿科了吧 三分钟讲历史 轻松长知识 这样高情商又温手的普京大帝 您爱了吗